3 2 1 君天亮 哇 火麒麟 到底要命的安分 台湾沪山公28日举行入火安座九州年庆 继火麒麟点灯仪式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台名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兆追 总经理林兆千等人 一起为吉祥火麒麟玻璃花灯点登启用 并授起给财团法人台湾沪山公教育基金会 新陈军环境公益志工队 文化志工队及社会公益志工队 愿吉祥火麒麟继续庇护台湾守护彰化 这个火麒麟是在我们八卦山上面 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这个灯 那闭幕之后呢 我们也想说怎么样让这个火麒麟有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效益 那也配合着我们这个玻璃庙的光环境的一个营造 让火麒麟在这边继续守护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这个平安 让火麒麟就在我们的这个张宾工业区 能够照亮大家看过大家的健康 我们一起呢透过这个玻璃庙 妈祖的一个这个威名跟火麒麟的守护 让我们彰化让我们台湾能够更平安更健康 我们今天台湾沪山公玻璃妈祖庙 举办陆火安座九周年 那又配合县政府在建造彰化县一个光环境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八卦山的灯会 还有西州灯会的一些灯 我们把它做二度的应用 然后布置在整个张宾工业区 甚至于照亮我们的玻璃妈祖庙 我们希望创造彰化县另一个更吸引人的景点 台湾沪山公创立九年来 参观人数已超过一千多万人 成为彰化县致名观光景点 2020昭化月影登记在八卦山大佛前广场 设置玻璃制成的吉祥火麒麟主灯 展后特别转赠给台湾沪山公 吉祥火麒麟落成之后 相信一定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到台湾玻璃馆及台湾沪山公观光 带动地方的繁荣 公益频道许维珍入港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